这是上周四进行的19岁以下 亚青赛预选赛的一个瞬间 卡塔尔门家马姆杜 飞身扑出了伊拉克队的 最后一个点球 就在他异常兴奋地 与队友欢庆胜利的时候 主裁判却明上示意 比赛还没有结束 点球需要重罚 通过慢动作可以看出 主罚队员在将球踢出之前 马姆杜已经提前向前移动 主裁判的判罚没有问题 这场比赛是亚青赛的 最后一轮预选赛 卡塔尔与伊拉克队 90分钟内战成一比一平 两队积分 竞胜球和进球数都相同 因而不得不通过点球大战 来决出小组投名 马姆杜原以为 自己成为了球队获胜的英雄 但没想到的是 严厉的主裁判根据规则 向提前向前移动的 马姆杜出示了黄牌 由于在常规时间内 马姆杜已经吃过一张黄牌 他也因此累积两张黄牌被罚下 点球大战中 有球员被红牌罚下 这在足球比赛中 还是很罕见的 尽管马姆杜一肚子的委屈 他也只能是被迫离场 卡塔尔队只能由中场球员 阿拉拉克临时客串门将 神奇的是 临危受命的阿拉拉克 猜对了对手 罚点球的方向 他横向移动之后 用脚将球挡出 卡塔尔队最终取胜 夺得小组投名 被罚下场的马姆杜 目睹了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他冲回场地内 与队友们欢庆这一 来之不易的胜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